而最近在欧洲的西欧跟南欧都遭到热浪的袭击 像西班牙的马德里出现了50度的高温 至于在法国巴黎的高温依旧仍然没有退去 已经好几天飙破了30度 所以很多的人干脆跳到了塞纳河 还有跟塞纳河相连的圣马丁运河里面想来解暑 另外在意大利民众一样是热得满身大汗 像西西里岛气温已经攀到超过摄氏40度以上 还爆发了缺水危机 戴起泳帽穿上泳裤 扑通一声跳入水中 11日的法国巴黎艳阳高挂 热得好几十个当地居民和游客 不顾一切的下水游泳想要结束 我们已经在这几天了 它们很暖的 我们今天看到了风气 我们想要到河河 去游泳 这已经很棒了 我们希望在美国的总裁做同样的事 所以我们可以游泳 巴黎市政府为了2024奥运 投入了将近十年的塞纳河水值改善大计 接连打造了巨型地下储水池 翻新水道基础设施 和商级污水处理场 然而不止巴黎高温炎热 法国西南部城市普尔多 11日气温也飙到摄氏35度以上 游客被热得大汗淋漓 忙着在街上寻找冰品店 喝水降温 为在法国南边临地中海的西班牙 首都马德里街头的显示板 居然也出现摄氏52度的超高温 虽然这已经不是西班牙惊吓的第一波热浪 但这个周末是马德里今年数一数二的超级炎热天 当局警告西班牙东北部将持续面临超高温 往日较凉爽的巴斯克地区比尔包 最近气温就异常地飙到45度 我们在时期 居民和游客都尽量躲在树荫扬下遮阳 并避免中暑 厉害 太热 不可能在街上 甚至在游客 厉害 我们来自德国 这很热 因为我们不太熟 这种温度 但我们今天要去美典 所以这就没有问题 它在内 还有水晶 所以 索性西班牙气象局表示 当地气温将从12日开始慢慢下降 同样位于南欧的意大利 西西里岛10日高温只冲40度 再加上好几个月都干旱没下雨 让当地居民被烈日晒到 直呼受不了 non se ne può più completamente ah da marzo che non piove un caldo da morir siamo sempre sudati aspettiamo forse dopo l'estate di San Martino qua a Palermo 通常到11月9日 还会有这种凉 当地农牧业已经大受打击 因为连日干热 岛上水库都要见底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在农牧场 因为在最终我们的国家 我们总是想到水盖和泡沫 但还有地牧场 还有地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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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西亚 意大利首都罗马 从8月8日起 就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 根据气象单位预测 影响全境的热浪 还会持续一个星期 各城市恐怕还将笼罩在热穷之下 直到15日才可能降温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